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枪炮声停止四天了 硝烟散尽 以军严阵以待 街头巡防 哈马斯残余则在互相联系 聚集 统计 战损 据路透社11月28日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吕26日称 卡桑吕的四名军事指挥官在加沙地带的战斗中丧生 其中包括北加沙旅的指挥官艾哈迈德·甘多尔 据报道 卡桑吕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布声明称 甘多尔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北加沙旅的指挥官 停火给哈马斯喘息和休整的机会 也给加沙人们带来了放松和得到更多救援的希望 加沙居民纷纷从公共避难所和临时营地出来 去寻找或回归自己的房屋和家园 加沙城的街道上行人和车辆稀疏 大多数人仍躲在家中 当地的商店也全都处于关门状态 随着少量援助物资抵达加沙城 部分民众领到了一些食品物资 人们带着水桶到水站排队领水 26日上午 有人群跟着推土机在加沙南部城镇 卡拉拉在废墟下寻找物品 在加沙中部城市 戴尔巴拉赫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 人们前往市场去购买几周以来无法获得的物资 据CNN报道 他们在市场接受采访时表示 休战到来时 他们感到如实中风 一位名叫乌姆亚伯的女子说 这是自10月7日以来 她第一次和家人外出 我们总是害怕出门 害怕被火箭弹和空袭击中 整整47天 我们生活在战争和恐惧之中 我们的孩子吓坏了 另一位居民 乌姆穆罕默德告诉CNN 现在的物价飞涨了 他说 一切似乎都很贵 不像战前了 不过他对现在能暂时停战呢 还是心存感激 感谢上帝 至少我们现在能出来安全的买东西 这一切都是恐怖袭击者的货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 26日在加沙地带中部 有巴勒斯坦人遭到乙军袭击 同时 从26日至27日 乙军继续袭击约旦河西岸多地 并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 约旦河西岸当地时间27日凌晨 乙军进入西伯伦北部的阿鲁布难民营 逮捕了一名巴勒斯坦青年 此前在26日 乙军在该难民营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 乙军使用了实弹 眩晕手楼弹和催烈瓦斯 26日 乙军还闯入了拉玛拉以北的 贾拉尊难民营 逮捕了一些当地人 同一天 在捷宁附近一处军事检查站 乙军在检查当地民众车辆时 与其发生冲突 并发射了催烈瓦斯 巴勒斯坦通讯社援引巴勒斯坦 红旗月会的消息报道说 在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附近 部分巴勒斯坦民众遭到了乙军的袭击 导致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目前以色列军方暂未就这事件做出回应 据俄罗斯发言人扎哈罗瓦透露 一名俄罗斯护照持有者26日 从加沙地带获释并被移交给红十字会 获释者不在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人员交换名单当中 此次释放行动是根据俄罗斯代表 以哈马斯达成的直接协议进行的 扎罗瓦说 我们积极地评价哈马斯领导人 表现出的善意姿态 作案 第三批14名人质获释返回以色列 其中4岁的阿维盖尔·伊丹 也在祸世人中 但却没有亲人来迎接他 他的父母都在10月7日的大毒杀中 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 11月27日 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生效的第四天 当天 双方同意将临时停火协议延长两天 据半岛电视台援引哈马斯方面的表态称 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 已确认将延长两天 停火条件与之前的相同 哈马斯每天释放10名以色列人质 据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称 在侧种部队和空军的护送下 加沙地带临时停火期间的第四批 获释的乙方人员已抵达以色列 本次共有11名以色列人获释 其中包括9名儿童2名妇女 根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的消息 这4名以色列人中3人拥有法国国籍 2人拥有德国国籍 6人拥有阿根廷国籍 与此同时 阿拉比亚电视台当晚报道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组 已抵达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 以色列奥夫监狱 接收第四批获释的巴勒斯坦人 本次将有33名巴勒斯坦人被释放 据返回以色列人质说 他们一直担心他们会被恐怖分子 半徒私自杀害 不会放了他们 不仅如此 据哈马斯释放的第一批 以色列人质说 沿途的夹杀暴徒 想运送他们前往过境点的 红十字车辆投掷石块 人质们说 直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不确定自己能否成功 我们认为 他们会在前往以色列的途中 对我们施斥施刑处死 哈马斯还强迫人质 摆拍制造假象 他们令人憎恶的通过继续扣押 被释放人质的亲属 来胁迫将释放的人质 参加感谢哈马斯的表演 哈马斯令他们对着镜头微笑 并挥手告别 这样世界就会认为哈马斯很人道 N12报道 哈马斯恐怖分子 胁迫人质上演 想杀害他们亲人的哈马斯恐怖分子 挥手告别的视频 并发布给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进行散步 昨天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自战争开始以来 首次视察了加沙北部的军队 内塔尼亚胡向部队表示 我们正在尽一切的努力 带回人质 最终我们将带回所有人质 他说 这场战争有三个目标 消灭哈马斯 带回所有人质 以及 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国构成威胁 我们将坚持到底 直到胜利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 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 有力量 有意志 有决心 来实现所有战争目标 而且 我们一定会实现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尔奇 哈勒维少将周日 对以色列军队表示 一旦目前的停火协议到期 以色列军队将立即投入战斗 他对驻扎在加沙地带北部的 以色列士兵说 以色列国防军及其战士 进行了激烈战斗 保护了我们人民的生命 并维护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价值观 随着交换协议的完场 我们将全心全意的重返战斗 争取释放全部被绑架者 直到哈马斯被消灭 哈勒维进一步的补充道 我听到你们告诉我 我们要战斗 直到带回人质 消灭哈马斯 所以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昨天英国前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 他的妻子 加利和幼儿弗兰克 及他的妹妹 一同参加了在伦敦市中心 举行的超过十万人 反对反犹太主义 支持以色列的大国行 约翰逊对现场记者说 自十月七日以来 世界许多地方都做出了非常奇怪的反应 我很遗憾的说 包括伦敦 我们看到的是反犹太主义的重新出现 以及未能谴责哈马斯 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 这就像病毒包子 潜伏在西方文明的地板下 它时不时就会出现 它是常年存在的 不会消失 而且再次爆发 我们看到了事态的发展 所以 我们需要大声的疾呼 他说 集会上的人们举着以色列和英国国企 并举着呼吁对反犹太主义者 零容忍的标语牌 安根廷当选总统哈威尔·米莱 在参加犹太社区仪式时宣布 一 支持以色列自卫权 二 谴责哈马斯恐怖主义和劫持人质 三 向安根廷大使馆牵制耶路撒冷 联合国秘书长延长临时停火协议 为加沙局势带来一丝希望 伊朗外交部凡人 伊朗致力于推动加沙地带 结束冲突 据法国BFM电视台25日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 在一次视察时 买了瓜瓜乐 结果幸运的连中了两次 喜赚六欧元 在停火交换人质问题上 终于有人与大雄保持一致 有位专家博尔顿也认为 交换人质和停火 是以色列的失败 他说 以色列的关键军事问题是 如果在中统停止其日益 成功的进攻 他将失去机会 哈马斯的策略是停火 无论停火时间有多短 也无论其理由是什么 并将其延长为永久停火 这可能不会在第一次尝试中发生 但以色列 屈服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还有亲认为 以防把解救人质看作是道德和伦理义务 当然 有国际社会及人质家属的压力 文明人及组织 不会单纯的考虑是否划算 大雄所说的交换人质 是以色列的失败 其实是人道的失败 不是从划算的角度而言 这种失败也波及到了美国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10月25日报道 由于过去几天 哈马斯没有释放任何的美国公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对拜登进行了抨击 哈马斯24日25日26日释放的人质中 他们当中还真没有美国公民 据统计 有10名美国公民被哈马斯扣押 因此 特朗普25日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写道 有没有人注意到 哈马斯已经送还其他国家一些人员 但迄今还未送还一名美国人质 这只是一个原因 不尊重我们的国家 也不尊重我们的领导层 这是美国一个非常悲伤和黑暗的时期 报道还提及 美国总统拜登24日在马萨诸塞州 南塔基特度假时说 他仍然预计美国人质会获失 拜登说 我们不知道美国人质啊 获失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我们预计这会发生 对拜登打脸的是 拜登期望的是直到现在也没发生 这再次证明了拜登的智慧欠缺 他看不到人质 特别是美国人质和以色列军人人质 是哈马斯两张王炸 哈马斯用人质牌成功的换回了 被以色列关押的自己人又实现了停火 中东许多媒体也认为 目前的停火对哈马斯最有利 当然哈马斯还留了两手 即关键的人质 以军士兵和军官 还有美国人质 他们不会被轻易的释放 这是留作与以色列交手的最后的底牌 拜登的坐等天上掉馅饼 注定只能得到满嘴口水 只能得到特朗普的嘲笑 继续